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三十年来就写过好多好多的疗愈性的歌词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很有励志性的 鼓励人心的文章跟出版类似的书 你们看我好像一个虚弱文人的样子 其实我的本质 我的真正的身份是一个贩卖西宁鸡汤的商人 而且是批发的 西宁鸡汤好喝啊 好喝 好喝 就跟现在很烫的那个后奶茶一样 只有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喝太多了 有时候有反效果 我现在这里不是要顺其他什么的那个 我只是一个贩卖西宁鸡汤跟它没冲突的 有体质不同 喝太多的西宁鸡汤 像我这种人 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是一个创作人 创作人我曾经讲过 创作的本质就是一场革命 很严重对不对 那说轻一点就是 我是一个曾经长期患有焦虑症的人 那对于有焦虑症或者是 一般你没有焦虑症 可是常常会很焦虑的人 你跟他喝一些 西宁鸡汤 好喝啊 比方说我很紧张的时候 我很焦虑的时候 他就来跟我讲那种最正面 最正面最土 这个不要 不要 不要算人家 人家好意 最通常出现的那种 好 教科书的那种 你有什么想不通 有什么想不开 我自己作为一个焦虑症患者 或者是任何一个 比较有尊严的人 我真的 自然的反应就是说 我哪里看得开 我哪里看不开呢 你太小看我了吧 我这写了那么多的 疗愈戏的歌词 我怎么看不开 我随便跳一个 我都可以把你那个博导 我不呛你 我就已经有这个厚导了 所以 我是因为有这个 心里边的一个自信 跟有焦虑症的记录 跟一个很有经验的病患者 所以我作为一个 扮演一个医生 文字的医生的工作者同时 我会发现 倒不如今天我们来一点 负能量 负能量好啊 散发一点好啊 逃脱嘛 今天逃脱 我们负能量 负能量很爽的 正能量是什么 我常常从我那个 受教育开始 然后我听父母 我父母心比较少 少来这一套 教育教室 跟我们所有看过好多的书啊 或者是这个社会朋友 就是说 同辈或者是什么人给我们的影响 都会说有一句话嘛 你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特别在运动会 或者是 十大运 不包括在那 在运动会的时候 常会讲嘛 在你跌倒就站起来 我觉得这一句话 有够残忍的啦 你要看 因为 先要怎样呢 先要解 看一下那个 你站的那个 跌倒的那个土地 那个土壤的土质 要不要考察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房子 下面是一个流沙 你盖在上面 倒下来 你再盖 干嘛呢 对不对 然后 其中有两个原因嘛 我不是要 大家要放弃 只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是很困难的 了解自己有时候比 用一个谎话 缘另外一个谎 更困难 真的 然后 所以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们自己骗了自己 我以为适合 当一个写歌词的人 结果原来我跌倒了 又重新站起来 又跌倒了 从来没有人要过 我的歌词 那干嘛呢 浪费生命嘛 第二种 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啦 如果这样说 还是你们美感的话 我是说一个有感的 比方说 我在这里跌倒 我在跌倒的地方 是我很爱很爱的人的怀抱 可是那个人是 很不很不很不爱我的 永远不可能爱我的 不会说 我可能会爱你 不可能 你在这个 爱人的怀抱里面跌倒 你干嘛要坚持 以后 我还是要在他的怀抱里面 站起来呢 如果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 最有道理的 一句 好像有负能量的 一个说法 就是 你在哪里跌倒 如果发现不适合 用爬的 都要爬出原地 另外创一番新天地 当然中间这个判断 要民俗专家来给意见 那个难度那么危险的动作 普通人不要学 然后不是有一个日剧叫 逃避可耻 但很有用嘛 有看过的人 请举手 好 没几个看过 没问题 我也没看过 我只是觉得那个逃避可耻 很有用 这个逃避 其实不可耻 可是很有用 真的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从小就学会 这个 有一点不要脸 逃避没关系 可耻就可耻了 你拿我怎么办呢 因为我看金庸小说 那么多 最感动的我的场面 就是那个小龙女 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什么法王啊 就 他们很认真地在决战 法王呢 就很认真地 一脸认真地就说 哼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小龙女 你们都知道吗 小龙女就 一脸无辜的 输了就输了 你还想怎样啊 哎 我觉得态度正好 这逃避这个输赢的惩罚的游戏 可是可耻嘛 不可耻 很有用啊 你为什么看那个书赢那么重呢 所以我 我 我其实就 用 陶 对比方说 我很喜欢阅读 我从小 我国中的时候 就把整个《红楼梦》看透透 你以为我是看了那个什么 爱书才会赢啊 之类的公益广告 而是感动了 而是看书啊 不是 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家无拧热的家庭 就一天到晚再吵架吵架吵架再吵架 没有人谦卑谦卑再谦卑 一整天都在做争论节目啊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自己就 与其在这种小家庭 小家 抱歉 小家 小气的那种吵那些无意 与社会公益无关的吵架 那我倒不如 我看《大家族红楼梦》里边 了解整个人性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 去年成为今天的我很有关系 那所谓逃脱嘛 逃我的定义就是 逃 逃脱的逃 没错 可是逃脱你因为简单嘛 很不容易啊 人最难的就是改变自己 逃脱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 已经适应的一个composong是什么 这个composong啊 然后超脱就是超 就是 拖子超脱 什么叫超脱 超脱就是 从本来不适合你的土壤 我就不站起来地爬出去 爬出去以后 我就拖 超脱了这本来不适合我的境界 或者心境 或者环境 或者是 甚至是 社会的制度 就拖了 拖也 比方说脱衣服 我脱 脱衣服没别的意思 脱衣服是很健康的动作 因为脱衣服 其实就是每个人 赤裸裸地 坦荡荡地 能面对真正的自己 比方说 我不脱这个衣服 你们没看到 我这个无责任的那个 我很喜欢我那个T恤上面的无责任 刚才王娟老师也提到嘛 那叫平衡嘛 责任 无责任 我脱下来面对我自己 我自己最大的抱负 也成了一个抱负 是什么呢 也就是歌词 我是一个太有责任的人 我作为一个写词人 三十几年来 从来没有松过一口气 好凄凉哦 因为我给自己的那种种种的抱负太多 我责任感很重的 如果没有脱稿的时候 然后 我差不多每一首作品 真的 差不多 如果尽我所能 差不多每一首歌词 我希望都能够改变人心 改良艺术 提升这个文化水平 然后每一个都有 敬得起实践跟文学的考验 然后还有 最希望就是 能够改变这个 我们不理想的世界 这个真的是中心的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 我往往会很焦虑 往往会很紧张 然后我怎么破解这个一个 焦虑症常常复发的 然后以后写歌词比较轻松的 就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简单 也没什么 如常 是日常 就有人来追歌词 然后就他说 这歌手也不负责任了 没负责任了 就忽然间告诉我 等一下黄文就要唱了 你不负责任了 你要唱你早点说嘛 提前三天预定好不好 然后今天黄文 我那个焦虑症 立刻就发作了 紧张了我听到自己的心跳的声音 很紧张 完全失去我所有 小农女也失去所有的功力了 就心跳 心跳 写不来 写不来 很紧张 然后就差不多错乱了 还好 没错乱 我就面对嘛 面对放下 然后我就跟歌手讲 对不起 我又来了 哦 他们都很了解了 哦 那个焦虑症又来了 哦 没关系啊 那我就取消这个 绿音棚咩 哎 你看 她的口气的尾巴 有一点话里有话 好像不满 满意的样子 我那么负责任的人 这很内疚了 这很内疚 然后就更严重 那后来 电话又响了 另外一个制作人 又来了 这个制作人哦 跟我长期的合作以来 我有一个经验 他就是很规毛的 我们常常 因为一两个字的选择 会吵架 吵一些很有意义的架 然后就吵吵吵 然后就 他又来了 然后他 他就跟我讲 哎 奇怪 我以为他卡到印这一副 他从来 其实也是对我是一种侮辱了 在我一个 我曾经豪言嘛 歌词是 在我的生命的顺序里面 是第一位 第二位才是健康 有没有离谱啊 离谱了 不健康的 我现在后悔了 已经完了 然后那个制作人 就跟我讲 就跟我讲 哎 怎么 又来了 没关系啊 随便写写就算了嘛 你以为是什么啊 一种歌词而已嘛 你以为文学啊 你以为那个 你写完我就录呗 录完我就 没有 写完就唱了 再就录了 录完就密了 密了就派电台了 派电台就 要不上榜 要不不上榜了 上榜下榜 现在什么歌啊 流行 流行歌都没有那么流行 你还觉得什么 你以为流行 流明千古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最初我当然 心里面有点不爽 我就觉得 哎 你这样子说 岂不是我 随便写一个垃圾出来 你都认为 我还有尊严 我这个行业 我整个岗位 还有价值嘛 哎 可是我 定下来 很奇怪 忽然之间才留意到 自己的心没跳 没有 不是没跳 是心率正常了 所有焦虑症的毛病 比方说你记录很紧张 都消失了 其实就因为什么 他用了一种反方向 立向的思维 就是说比较 你以为是一种很负能量的 没关系啊 你在干嘛 小事情就等于写垃圾一样了 什么什么垃圾不分 歌词跟好歌词 垃圾不分烂歌词跟好歌词 这是垃圾 随便我们是那种啊 他用一种最残酷的 一个安慰的方法 反而平复了 而且成为以后 我压力太大 以至于我本来想求完美 一百分 结果因为这个焦虑 这个焦虑 变成只有八十分 成为一个 我常提醒自己 什么方法 什么口诀 很简单 比这个佛经要简单很多 比面对放下 接受更简单 就是 不过是一个歌词 尽情去踩 不过是一个歌词 不过是一个爱人 不过是一个 可能永远没办法实现的理想 不过是什么什么 不过什么都不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觉得 踩得那么扁 太可怜了 如果你真的 没有认错你的目标 它是真的 你一生所爱 哪怕是梦想爱人 或者是你的贡献 角色 你就会 可怜 哎呀 踩得那么扁 你还好吗 你好的话 我就重新 以一种比较 没有压力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 你重重放下 轻轻举起 然后其实就 很简单 三个字 两句话 不是 六个字 两句话 想要逃 先要拖 谢谢各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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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